老共也是兩手策略 一方面對台灣勢力多 一方面26個共機共艦 還是這樣來 而且有12架次 已經超越海峽中線 最近離基隆只有37海浬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以前第一次你記不記得 老共飛機越中線 還有我們一個飛機起來 去什麼區里 其實區里是航航話 蔡英文還給他頒獎 記得嗎 蔡英文還去頒獎 當時我在本節目 你調出來看 我就說 這什麼好頒獎 他以後會常來 你天天搬嗎 果然第二次就不搬 只搬了那一個 現在也都不起飛攔截了 所以他有12架次 這就很可怕 就慢慢到處習慣 習慣後就習以為常 然後他離台灣 是開始40幾海浬 43 42 41 37 越來越近 你能怎樣 你慢慢就變習慣了 他有一天突然過來 你怎麼辦 這很麻煩的 這次說是最靠近 距離台北只有40公里 距離那個角角只有40公里 很接近 另外 所以他說越飛越近 距離淡水不到30海浬 就是基隆那邊37海浬 淡水其實不到30海浬 學者就說 這是520前對台灣的政治壓迫 我認為不是520 520之後還是一樣 你看好了 有常態 另外張彥廷前副司令就說 他說距離基隆37海浬 到總統府只要3分鐘 他真的 你真的措手不及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辦法 而且我們知道 領空 領海都是只有12海浬 領空還沒有什麼 各種什麼區 海還有一個什麼 零街區 空是沒有的 所以他在12海浬外 他不是你的領空 你也不能把它怎樣 真的到12海浬 到你那邊一下就到了 速度 飛機速度那麼快 我們每次說趨離趨離 你真的用開槍把它打走 不是的 只是喊話而已 他不利你也沒有辦法 我們趨離他 趨離他 他總要回去 那不然天天帶你上空 他油也不夠 還是說我們趨離成功 他已經走了 其實是什麼趨離成功 是他自己走的 所以現在國軍也知道了 所以要強化淡水河基地整艦部署 衛星都看到了 原來比較破舊 好像新的 整艦的比較好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國防部公布共機航機圖 從27號到28號早上6點 共機一共有22架 跨越中線進入北部的有12架 其中距離基隆 最短距離還只有68公里 這距離在空中要抵達只是幾分鐘之間的事 台灣海峽中線早就沒有了 一般戰機的飛行大概 大概兩分鐘吧 那到總統府大概三分鐘就到了 所以越來越近 將來我判斷可能會到達30海里以內 他也知道我們台灣不會有任何動作 因為台灣的第一級是由美國決定的 一周前共機一樣靠近我 基隆41海里現在越來越靠近 雖然我戰機緊急起飛要6分鐘 但其實要反制地面火力可以更迅速 只是正值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訪錄之際 對岸開放部分觀光做回禮 但軍事力道也沒因此停息 反而更加劇 你的位置夠了吧 那麼多年了 你會疲倦的吧 攻擊不斷禁兵我臨街區 讓退伏位主委封氏寬皺眉頭 而現在傳出六月黃埔軍校創校百年 中共要搶話語權 積極拉攏在台前校友 組團赴廣東軍校救治 目標100團 每團30人 我不相信我們有3000人要到那邊去 假設3000人去了 那你既然那麼喜歡那邊 你乾脆就不要回來了 大鵬主委一席話 讓民進黨的立委都不吃一掃 好 那麼剛剛講的 去年叫做黃埔建校99年 我們台灣去了500多人 那說今年他們一被找100團 每團30人就是3000人 我是不太相信可以去3000人 去那麼多人 不過他說去的叫不要回來 我也反對了 這什麼話呢 對不對 這個沒有道理 他去就去又怎麼樣 去只是參加一個學校的儀式 去就變共產黨 我也不能就會變共產黨 來 鳳姐怎麼看 我覺得先從黃埔軍校 這件事情開始說起 對岸這種邀請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要搶話語權 我也很想問 台灣在乎黃埔軍校的建軍歷史嗎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覺得 對岸不應該搶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話語權 我們也要過大辦理 對 我就很想問 那請問一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三軍官校 他們對於黃埔建軍的這個歷史 要如何的去重建他 有想法嗎 我不太相信會有3000人過去 坦白說我不認為能夠聚集到 這麼樣子多的人 可是問題這裡面牽涉到的是 那個話語權 當我們要丟棄 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 建國一直到後來的撤退 這一段的歷史 就會有人幫你說話 而他說的話是符合他的歷史觀 不符合我們的史觀 我覺得今天的問題是 我們自己要丟棄 這才是所有的問題的跟節點 現在我們看到兩岸之間軍事上面 大陸的軍事硬的這一部分 是絕對不會鬆手的 而且會越來越逼近 越來越兵竟 軟的部分他願意跟你協商 而且看起來更有彈性 現在關鍵是 我們是只應對那個應手的部分 而不去接軟手的那一部分嗎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芬蘭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批評 就是蘇聯病 然後跟蘇聯之間 好像都非常的軟弱 如何如何 但後來證明了 芬蘭走的這一條路 他顧及莫斯科觀感的這一條路 為他走出了一條很不錯的一條路 當然任何地區的歷史 都是不能夠拿來做比例的 但芬蘭當時被紐約時報批評的不得了 可是現在證明芬蘭是對的 他避開了像烏克蘭這樣子的戰火 然後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這就是你一邊要有嚇阻 但你另外一邊要有再保證 或者你必須要有協商這樣子的一條路 我覺得今天問題是我們沒有協商這條路 可是有關於這一個有關於嚇阻這件事情 我們根本做不到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如果對岸來的飛機 不管他怎麼樣穿越中線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起飛攔截了 我們現在就用導彈瞄準 比如說你已經被我鎖定了 用這樣的方式說 好像我們就可以得到抗衡 我想問一下 如果像是伊朗這樣子 他來了300架無人機機群 請問一下你的這些導彈到底打 或者是不打 如果他過了中線之後 你才開始應對的話 你打或者是不打 你第一批打完了之後 飽和攻擊完了之後 對不起他第二批來的是真的飛機 而不是無人機 請問一下你該怎麼辦 因為你前面第一波的這一個 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都已經打完了該怎麼辦 我今天不是在恫嚇大家 而是你看到伊朗跟以色列 他們距離那麼遠 他們的戰場已經顯現了 第一波先用飽和式的攻擊 然後當消耗你所有的 這些防空飛彈完了之後 他是不採取第二波 但如果他採取第二波的話 以色列是會倒大霉的 這裡面可以看出來 伊朗並不打算把局勢升高 這樣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們回到兩岸之間的情況 我不喜歡用溫水煮青蛙 來形容現在的現況 因為實驗證明 青蛙比我們更聰明 青蛙碰到溫水 到了臨界溫度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去 所以你組不了青蛙 但我們會不會比青蛙還要來的笨 我剛想到黃埔軍校的 他的校訓跟我們政大都一樣 叫做親愛精誠 我記得那時候入校的時候 校長都是蔣中正 蔣中正 所以說他們那時候就特別提到了 蔣中正蔣校長把黃埔的精神 帶到台灣來 大家就應該來做一個延續 特別是面臨這一百年 我贊從剛剛他們特別提到的一個話語權 很多的這個 包括國民黨的黃復興 我說實在這剛好是一個 就剛好是黃埔 所以大家的情緒是非常的不平靜的 那原因就是在於就是說一百年了 然後當初就是這樣子 已經立下這麼多汗馬功勞 我覺得黃埔那是對於我們的抗戰來說 真是完全不可抹滅的一個歷史 可是慢慢的到這邊來 即使國防部已經編了 所謂的百年的一個特展 還有很多的經費 但是你的心思 你對於這些所謂的老兵 還有對於黃埔精神 所看重的一個程度 我覺得那個裡面的溫度 才是大家要看的 而不是你經費多少 但是當你在話說黃埔過去的時候 是否把你過去的抗戰的歷史 你這整個嚴格 還有包括那些老兵所呈現的 對國家的忠贈 民進黨到底買不買 但我覺得這才是 大家在看待這個百年 黃埔精神射所應該是看重的 趙姐 我只補充一句話 現在台灣關注黃埔軍校建校100年 特別是陸軍 不管是退役的 在役的軍人 他們最害怕的一點是什麼嗎 那一天我剛好跟他們聚會 他們擔心賴清德到了 之前講的他們編了100週年的預算 會上面說這個校的歷史是75年 他們現在害怕的是被縮短 就是在大陸的那25年 他們現在所有的準備都是在這個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所謂 中國大陸搶話語權的百年 因為大家的邏輯論書說 你為什麼用顧力熊 一個不懂軍事的人跑來做國防部長 你就是為了來搞事的 那你搞什麼事呢 就是為了來弄黃埔軍校的 否則他們想不通 覺得沒有道理 那黃埔軍校能搞什麼事呢 當時民進黨那邊不是流出來一個消息 說顧力熊當國防部長要去講話嗎 去講話 去什麼講 就黃埔軍校 直接給你剪掉1 4的歷史 說黃埔軍校的精神 我們在這裡75週年如何如何 他們現在最擔心的事情 談到金人跟老兵老兵 都是很感慨 很感傷的議題 你看我民國76年開始跑新聞 那時候剛解嚴最開始上街的老兵是什麼 台灣籍的日本兵 台灣人被日本抓去當兵了 他們就上街要求要補償 另外一種就是大陸來台灣的老兵 他們穿著那個什麼 我要回家 詹哥記不記得 我要回家 那多感傷的事情 後來跟一些 不管是台灣籍的日本兵 或者是大陸來的 我們都成為很不錯的朋友 可是像你看他現在慢慢的凋零 有多少人是重視 在淡忘他們 現在談黃埔軍校這個最簡單的 你像我每次都跟刷他們這樣 他們在聊 他們就覺得說 政府現在到底有沒有重視軍人 所以你現在不是這個話以前的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不要他去大陸 那你台灣到底有沒有重視他 這是一個點 我是覺得這個要 你要就是黃埔100年建校100年 你台灣就扣他去辦 這是一個點對不對 第二個老講 兩岸剛才講 本來春暖花開 有一些交流對不對 可是這個 現在兩岸的海峽中線是不見了 連我們本來 我們的領空的制空權的主控權 老講也已經不見了 我記得我是上禮拜一來的 那時候距離 飛機距離 還比較遠 41 現在已經到37了 41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就已經講了 那時候推到我們的總統府 只剩下5分鐘 可是我們的經濟如果發現有危險 上空要多少 6分鐘 都已經上個禮拜都來不及了 他現在吹箱場一樣吹吹就一直進 而且具體520越近 壓力一定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我們現在說說 可是政府到現在有第一個 他危機有沒有跟我們講 他怎麼去營營都沒有 當然我是覺得說 一方面是馬英九去了 布芬奇去了 看起來兩岸都可能有某些 和緩的這個趨勢 而且另外布林頓剛去對不對 布林肯 他剛去 他去的時候他談了一個點 我覺得非常重要 布林頓從前是什麼 美國會奉行一個中國 不支持台獨 也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無意與中國發聲衝突 所以看起來美中台這邊 關係是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能會稍微穩定一點 特別是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都在講 兩岸執政黨會負責任 展開良性的對話 他還講什麼 兩岸要自信交流 台灣人民要與人為善 希望兩岸也可以往和平發展 我希望賴清德收到要做到 一方面對黃埔金銷的 金銷好一點點好不好 一方面讓兩岸 是可以往和平方向去走 不過要注意賴清德 一向是說話不算話 對 而且他常自我毛病 他選舉的時候要捐他那個房子 去做什麼供應 現在又說銀行什麼 不到七萬 那不是說這是第一個 他選舉的時候選後 都說要組織民主大聯盟 你看他那個什麼民主大聯盟 完全沒有 NCC委員也不先溝通 所以他講一套 我們現在檢驗他 沒有一件事他做到的 所以還要繼續看 他現在希望兩岸溝通 兩黨交流到底會怎麼樣 我回頭看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是民國13年的時候 建的學校 民國13年 民國39年在台灣叫做副校 副校 軍人一定要知道 他是一脈相傳的 他階級 上將 中將 少將 上下 中將 什麼什麼事官 他一脈相傳 所以你就算台灣副校 你這些人的教官 也是那邊來的訓練的 一路帶上去 你一定要把他在那邊切斷 所以那個不算 只有在台灣才算 那不可能 他切不斷 對不對 今天你兩邊在搶 如果他那邊說要擴大辦理 你就擴大辦理就好了 你這還是正統 你擴大辦理 因為他也不叫黃埔軍校 對不對 你擴大辦理 你當然就在這邊 你不辦 人在那邊辦 你就說你為什麼到那邊去 不是很奇怪嗎 你是很關照的 你不比較做的 應該說你對 你這是十三十五? 不是很奇怪嗎 對 我是不是很安全的 你要我 呢 你是 Nothing 我想說你 你看 紇你 感谢观看